他做了一个慢行暴雨的动作 是个地球的难度 挺身前空翻 接小翻 拉拉提 再接个去几后空翻 这一项他一连接加分一下子 就能获得0.3的连接加分 高区这展体360 是个C组难度 做那个车空安逆 后手翻 展体180 这个狼翘360 但是他这个度数是没展正 只能成为狼翘转体180 这个四叉接盘 是个一组难度 但是由于他的那个前腿 没有到水平里 他必须降位 第一组难度 柳金的下法 对 哦哎呀 这个下法出了很严重的问题 他基本上就没有做 他就能做了个 可以算他做了磁血后空翻 是个A组难度 那么这样他的A组都大大的降低了 因为他的动作组类型里面有0.5的 需要必须D组难度以上的 他完成了A组 那就没有0.5的加分 我们谁都没有想到柳金会在下法的时候 出这样的问题 而且他不是说因为下法完成了 落地不稳 对 所以又回放中来看一下怎么回事 他可能那个箭子有点歪了 他觉得不能做了 未来安全时间的运动员 你会保护自己吗 如果在歪的情况下做 很容易出伤